哈嘍哈嘍哈嘍 好,欢迎收看这个直播 然后我们,我现在人在这个 巴黎岛住的这个Villa这边 你看后面有很多 后面 后面很多外国的朋友他们正在 他们真的很喜欢晒太阳,就是 我在这个,歪掉了一下 我在国外的时候 我晒一下然后就变那么黑,然后我已经变得像 像当地人一样,我跟当地人讲话的时候 比方说我去便利商店买东西,或是我去 某个地方买东西,然后在我买东西的时候 我不讲话,他们就会跟我讲印尼文 所以有机会回去我们见面就知道我到底黑到什么程度 有这个黑的基因 可是外国人真的非常喜欢晒太阳,你看他们全部都在后面晒太阳 就是 晒得很舒服 还蛮开心的 而且我们这边,在我们这边住的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 就是有 我看他们晒太阳就是从早上晒到晚上 真的超夸张的 晒超久的 好,我们今天 这个 哎呦 这边都会 我只要装耳机都会歪掉 我先扶着一下我这个 这个 手机 好 OK,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 星星老师好 这个乐董好 郭董好 哎呦 又歪掉 诶,怎么会一直歪掉呢 我来看一下这是怎么样 好,所以我今天要很快的来 先调整一下 我今天要很快的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有关于 因为我们在前一阵子 出歪 我们在前一阵子就是有在 网路上开始分享关心立法的一些内容嘛 对不对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 那是好几个月前 几个月前我说要出7集 但是呢 有第6集跟第7集还没录 所以我现在赶快还 趁我还在巴厘岛的时候 现在有空的时候 我待会要去冲浪 但是我现在先来跟大家录一下第6集要讲什么 我们第6集 它的这个 主题很简单 这个主题就是 我们如何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 然后同时也能赚取金钱 我觉得这个主题很重要 而且我们这边蛮多朋友会想要听的 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先去突破我们内在的一些限制 很多人对于赚钱这件事情 或是有很多人对于 工作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很容易联想到什么 我们很容易把工作就会联想到 这是一个痛苦的情绪 对不对 我们容易把工作联想到 就是要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然后去赚取那些 可以养活我们生活的事情 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什么 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 那些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 都是不能赚钱的 我们有一些奇怪的一些信念 但是 我自己在很喜欢不断学习成长 然后像 我最近也上了一个国外的一个 老师的一个课程 然后那个老师呢 他其实不是 他是一个企业家 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 专门讲课跟 写作的一个人 但是他有说 他说 工作的一个方程是什么 一个 一个美好的事业的一个方程是什么 那个方程是就是 你做了自己热爱的事情 同时怎么样 同时你运用你自己的一些 资源跟天赋 可以帮助他人 而且怎么样 而且你真的能够帮助他人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你赚取一份收入 他说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美好事业的方程是 但是我觉得前提就是 大部分人内在 是不相信这件事情的 所以 要如何去运用自己的热情 然后呢 赚取你的金钱 要如何做你喜欢的事 赚取你的金钱 当然它里面有一些条件 就是 你喜欢做的事情 你必须要有人需要 同意吗 那 可是大部分 的重点是什么 大部分重点是 很多人内在是不相信的 所以你要先去突破你内在的一些瓶颈 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事情呢 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在我早期在学习一些 有关心灵成长 自我成长跟信力法则 有一本 有一本 有关灵性的书 但是它的主题叫做什么 它的主题 它的书名叫做 创造金钱 如果你对如何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或是你想要帮助他人 然后你想要运用这个方式来赚取一份金钱的话 赚取你自己的收入的话 你可以去看这本书叫做 创造金钱 里面有讲很多很多的观点 然后我希望它可以打破你的一些限制性的一些想法 它可以打破你对于工作的制约 它可以打破你对于 就是工作就是辛苦的 然后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就是没有办法赚钱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老师说这些信念 我们可以讲它都是 它都是 它都是苦难的 可是就是因为大部分人相信的 所以 就变成真的 有了解你什么 就像我很常讲 有些人问我说 老师心想事成是真的吗 那我都这样回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 里面写到一句话 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它说 如果一个人不相信心想可以事成 你知道 你知道 会有什么结果吗 如果一个人不相信心想能事成 他已经心想事成了 有了解意思吗 OK 所以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个地方 如果有收获的话可以在下方来跟我分享一下 记得去看我推荐的那本书叫做什么 叫做 《创造金钱》 拜拜